就相關話題 我們也不是邀請到了兩位評論嘉賓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一位是清華大學俄羅斯研究院的副院長 吳達輝先生 你好 你好 還有一位是軍事問題專家 王明志先生 你好 你好 歡迎二位 我們看到烏克蘭從北約國家荷蘭 已經接收了首批6架F16戰機 那我們同時也知道 近期俄軍對烏克蘭的機場 進行了頻繁的這樣的一種轟炸 那麼這些飛機 它總有地方需要起降吧 您覺得這首批這6架F16戰機 它會停放在什麼地方 它會停放在烏克蘭境內嗎 首批西方國家給應該答應的是79架 為什麼只飛回來了6架 因為只有6個飛行員 不意味著後續這個戰機不會進來 不僅僅是6架飛機 現在這些飛機 有的已經到了羅馬尼亞 這些飛機在那裡 飛行員進行訓練 這6個是成熟練回來了 練回來把飛機開回來 我們在7月上旬的節目當中 就談過這個話題 其實在7月上旬的時候 這飛機已經到了敖德薩地區 在那裡有一些是飛回來的 有一些是把這飛機拆解之後運過來的 在敖德薩上空進行飛行 這一次之所以被披露出來 是因為它又在敖德薩上空 在利沃夫上空被人抓拍了 看到了照片看到了視頻 才說這個飛機到了 其實早已經到了 在7月11號的時候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就已經承認 現在F16已經在烏克蘭上空飛行 所以這一次西方把這個消息釋放出來 我認為後續可能到今年年底 還有18名飛行員即將訓練完成 他們已經開始上機飛行了 理論也學完了 上機在飛行 這些人如果都到位的話 那意味著可能有24架飛機 這個16加16 22架飛機 這夠一個中隊的這個飛機 那這對於烏克蘭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從昨天晚上俄軍進行的 離地式的轟炸來看 昨天晚上俄軍進行了開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導彈和無人機的混合攻擊 在整個的烏克蘭境內 凡是有機場的地方 全部進行了轟炸和攻擊 無人機攻擊完了口徑導彈 伊斯坎德爾導彈 你像我們知道的赫爾松 那個原來國際機場 就俄軍戰了後來又撤出來的 切爾巴耶夫卡機場 遭到的打擊最嚴重 那裏被認為可能F16停降 奧德薩 克里沃羅格 包括庫皮揚斯克 包括伊九姆 包括吉弗 吉弗我們以前說那有兩個機場 安東諾夫機場 哥斯托美爾機場 這些地方全部都遭到了打擊 很顯然俄軍認為這些機場 在最近一段時間他們在修復這些機場 很有可能這些機場會起降這些飛機 那烏克蘭的飛機之所以能夠起降 不僅僅是停放在機場 它是往往在離交橋下在機洞當中 它利用公路 只要這個公路是直的公路 沒有大的這些坡 大概1200米 它就把兩旁的這些路燈 這些東西全部砍掉 用它來起飛 起飛之後在機場回收 從這裡起飛之後 再降落到機場 機場的跑道 它用的是滑軌 用這個特別厚的鋼板 進行臨時搭起來這個跑道 接收完了這飛機之後 繼續再藏起來 現在來看不是一兩個機場 用於F-16 也有可能是烏克蘭方面設的假目標 但是我們看到了昨天的轟炸 針對的主要是可能用於F-16的機場 剛才您提到了目前之所以 首批接收了6架F-16戰機 是因為只有6名飛行員 烏克蘭的飛行員可以獨立地去駕駛 如果F-16戰機的 這樣一個交付的速度 高於烏克蘭的這些飛行員 培訓的這個速度的話 那會不會出現一種可能 就有非烏克蘭的飛行員 來駕駛這些 這個北約提供給烏克蘭的F-16戰機呢 在後續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現階段 我認為把這個 美西方把F-16提供給這個烏克蘭 而且烏克蘭用它來進行 首次作戰任務的時候 這是一個標誌性的這個事件 對於提供烏克蘭的四起 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首次作戰 我認為一定是烏克蘭的飛行員 來執行這樣的任務 同時呢 它要爭取通過謹慎地使用F-16飛機 取得一些經驗 在戰爭中間取得首次的戰果 來提升 美西方給它烏克蘭 給烏克蘭這種F-16飛機的這種價值 要把它體現出來 所以它在首次作戰的時候 或者說初期階段的時候 一定會使烏克蘭的飛行員 來駕駛這些飛行員 同時剛才大會老實也講到了 這種飛行員的這個訓練呢 實際上美西方在不斷地幫它進行 為什麼首批是六名左右的飛行員呢 因為美國人在幫它訓練的時候 兩批是 每批有四名 總共是訓練了八名飛行員 當然中間可能有部分的飛行員 還做一些備份 那麼來交付到戰場上 實際上在作戰的時候 並不是六架飛機全部來起飛 來進行作戰 它通常情況下就是兩架或者四架 來跟其他的飛機配合作一下 並不是同時這個六架飛機 全部進行出動 所以後續呢 可能會根據某種情況 在若干的地方會分散地配置相應的 這樣的飛機來執行一些相應的任務 跟比方說跟烏克蘭的數量7 跟烏克蘭的米格29 其他的飛機進行一些配合的 這樣的使用 同時比方說 有些國家提供給烏克蘭的一些飛機 還是作為一些備件和假目標 來進行這個使用的 那些飛機雖然給了 算在這個數量中間 但這些飛機是不用的 是拆下來零件 來給它進行 那個叫做保障它的使用 同時也可以做一個假目標 一個空殼子在這地方來進行使用 另外我們知道 F-16需要一個非常龐大的 後勤保障系統 來支撐它去執行這個飛行和戰鬥任務 目前烏克蘭方面 已經把這個系統建立起來了嗎 F-16的這樣的作戰飛機的保障 實際上分為兩種 一種叫外艙保障 另外一種叫基地級的保障 基地級的保障 顯然是比較複雜的 而外艙保障相對比較簡單 起配線的準備 加油 裝彈 飛行後的這個檢查 這個相對來講是比較容易 因為它不需要排骨 出現故障的時候拆件就可以了 然後保障飛機能夠迅速的起來 這個掌握起來是比較快 我認為烏克蘭通過前一段時間 工程技術人員的訓練 可以掌握這個 但基地級的維護是比較複雜的 那是需要對設備進行修理這樣的 這個它目前短時間掌握不了 這一部分任務 可能會交給它的一些援助 它的一些夥伴 它的盟友來進行做這個工作 它只需要現在掌握這種基地級的 掌握它的外場級的維護就可以了 而這個短時間內滿足它的需要就行 那我們還注意到呢 近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呢 表示說啊 說北約提供給烏克蘭的 F-16戰機的數量 不具備戰略儀 那您覺得 在他看來 應該在您也提到了 這個北約答應要給烏克蘭 要達到79架 嗯 那麼79架還不具備戰略儀 那澤連斯基要多少架 要300架 他自己提出來的目標 這兩年之內給我們300架 把這個但是現在答應的是79架 主要是荷蘭 比利時 丹麥 這些國家答應的 這些飛機不是美國給的 是主要是歐洲國家給的 這些飛機比較老舊 這些國家有二新 有自己的想法 我給了你 我拿更新的F-35 F-22 我要更新的飛機 所以把這個我獻給你 當然這個飛機雷達 進行了升級更新 從掛載的這個武器來看 到目前來看 它確實掛載的 一般是炸彈 導彈 還有一個20毫米的一個炮 沒有配備這個空對空的導彈 其實俄羅斯方面最擔心 它搭載空對空導彈 它的戰略轟炸機 在這個在發射的時候 發射導彈的時候 FAB炸彈的時候 它攻擊我 俄羅斯的戰略轟炸機 往往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看它護航的飛機 開始增加了 原來往往是 就兩架飛機護航 那你現在如果這個 它要在空中發生空戰的話 很有可能對俄羅斯的 這個戰略轟炸機 T95MS 對這些飛機構成威脅 這是俄羅斯方面最擔心的 但是烏克蘭方面 還沒有將這款飛機 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用於空戰的跡象 您提到了這個F-16搭載武器的問題 因為之前關於F-16搭載的 這個關鍵武器的來源問題 一直懸而未決 但我們看到美國媒體報導說 美國已經答應了 要給這一次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這個F-16戰機提供 包括AGM-88反輻射導彈 包括還有小直徑的炸彈等等 那麼有了這些彈藥的加持 F-16的戰力到底如何 如果F-16配上AGM-88 包括這個小直徑炸彈 它肯定是對地面攻擊能力 和對這個防空系統的壓制能力 會大幅度提升 但是現階段 烏克蘭要到這個F-16飛機 要解決它的一個主要的問題 就是對付俄羅斯的這種無人機 大規模地對烏克蘭的目標進行打擊 正像剛才大葵老師講的 實際上它對付這個無人機的時候 航炮的作用要遠遠大於空空導彈 這樣它對於這個大規模的 這種無人機攻擊的時候 發揮它的機動性 特別是它的低空性能非常好 對於對付這個沙赫德136 這樣的這個無人機 是非常有效的 至於後面會提供給烏克蘭 什麼樣的武器 這個時候實際上就是美西方 在跟俄羅斯進行博弈的時候 的一個新的手段 就是俄羅斯對烏克蘭打擊的越多 這個時候給烏克蘭的武器 就會越先進 攻擊力越強 這個時候又成為一個 政治鬥爭的一個籌碼了 這個烏克蘭需要美國給它提供 這個F-16上的這些武器 就像在原來對於愛國之導彈 這樣的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F-16會面臨跟愛國之導彈 一樣的這個問題 而這個時候會把這個手段 作為跟俄羅斯進行博弈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如果俄羅斯開闢一個新的戰場 那麼提供給F-16的這個武器 就會越多攻擊性越強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 提供給這個武器 實際上還有更深遠的含義 所以這不僅是一個軍事的較量 也是政治鬥爭 另外對於北約 向烏克蘭交付首批F-16 俄方表示說 這些戰機最終都將被摧毀 另外俄軍還開展了第三階段 非戰略和力量演習 相關情況再通過短片來了解一下 俄羅斯國防部8月1號表示 在非戰略和力量演習的第三階段 俄南部和中央軍區導彈部隊 以及空天軍航空兵部隊 演練了接收特種彈藥 部署到指定地區 以及開始為導彈發射器和戰機 配備彈藥的科目 此前一天俄國防部宣布 根據俄總統普京的決定 第三階段非戰略和力量演習 將演練俄軍準備在戰鬥中 使用非戰略核武器 參與該演習的俄空天軍航空兵部隊 將演練為空射武器裝填特種戰鬥部 並飛往指定巡邏區域 同時俄南部軍區和中央軍區導彈部隊 將演練為伊斯坎道爾M導彈系統 獲取和填裝專用訓練彈藥 並隱蔽推進至指定地區 以進行模擬電子發射 俄軍事專家表示 俄羅斯會定期舉行這樣的演習 但今年是首次公開 俄媒一號援引五角大樓 前高級顧問道格拉斯·麥格雷格的分析稱 俄軍非戰略和力量的第三階段演習 可能是對西方向烏克蘭 提供F-16戰機的回應 對此俄外交部表示 俄軍最新的演習 是對西方政客的警告 讓他們了解其戰略 可能造成的災難行動 俄軍開展的第三階段 非戰略和力量演習 美軍的專家認為這是對 F-16抵達烏克蘭的一個回應 而俄軍的專家說這是美國 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的一個回應 你怎麼看 我認為後者的原因可能更多一些 因為在德國要部署陸基中導 要部署高超音速武器 這個對俄羅斯威脅更大 我們說戰術核演習不是才開始的 3月1號開始的 當時演習主要是白俄羅斯方向 因為白俄羅斯面臨北約 波蘭的壓力特別大 它的戰術核武庫基本已經弄好了 在那情況之下 第一階段主要是白俄羅斯 而這一階段進行的演習 我們看到了伊斯坦德爾 西方非常擔心的 伊斯坦德爾M型導彈搭載核彈頭 集中在這個方向 另外很罕見地動用了部署 在東部軍區的 這個中部軍區的這個戰術核武器 這一次的演習 我們看到了它部隊是參演部隊 來自於中部軍區的 它主要配備的是低檔量和 微檔量和低檔量可調的戰術核武器 所以能看出來俄羅斯確實 把整個部署在本國地面上的 所有的戰術核武器演練了一遍 另外我們看到俄羅斯總統普京 包括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都一口同聲地說 你這些來到烏克蘭的F-16戰機 都將被我摧毀 您覺得俄羅斯方面會用什麼樣的手段 來摧毀F-16 對於F-16來講 它在空中雖然戰力很強 但是在地面是它最脆弱的時候 人們把它形容就像一個鷹一樣 在天上很厲害 但它在槽裡面的時候 是它最脆弱的時候 因此俄羅斯摧毀烏克蘭的機場 這是將F-16壓在地面 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而在停在地面的時候 一個目標比較暴露 很難確保它的這樣的安全 雖然可以建一些機堡 和做一些假目標 但是當機場正大的目標摧毀的時候 特別是把跑道給切斷的時候 F-16就不能夠有效地進行起飛 因此壓制機場 把空中力量打在地面 實際上戰爭實踐證明 這是缺弱空中力量的一個 非常有效的辦法 另外我還想接著剛才那個問題 說俄羅斯的第三階段 非戰略核力量演習當中 要演練即將在戰鬥中使用的 非戰略核武器 你覺得會是什麼 伊斯坎德爾導彈加裝核彈頭 口徑導彈加裝核彈頭 我認為這個技術是非常成熟的 從2018年 美國就懷疑俄羅斯 給伊斯坎德爾導彈加裝了核彈頭 就是最早部署在加里寧格勒的旅行 他認為已經加裝了核彈頭 這次這樣大規模的演習 伊斯坎德爾導彈 那意味著 他首先可能可以使用這款武器 對於部署在德國的陸基中島 進行一個戰術上的一個揮擊 好的 另外1號還有一條消息 非常值得關注 那就是俄羅斯與西方實現了 冷戰結束以來的首次大規模的幻球 相關的情況 我們再通過短片來了解一下 據路透社報導 當地時間8月1號 俄羅斯與西方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進行了大規模的囚犯交換 其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為一方 美國 德國 波蘭 挪威和斯洛倫尼亞為另一方 土耳其總統府新聞局當天發布公告稱 此次交換行動涉及26人 其中10人被移交至俄羅斯 13人被移交至德國 3人被移交至美國 據塔斯社報導 俄總統普京當天晚上在莫斯科福努科沃2號機場 迎接了在幻球行動中獲釋的俄羅斯公民 約40名總統衛隊儀仗隊成員參加了歡迎儀式 當獲釋人員下飛機時 普京與他們一一握手或擁抱表示歡迎 與此同時 美國總統拜登當天深夜赴華盛頓郊外的 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迎接獲釋回國人員 其中包括華爾街日報記者 埃文·格爾什科維奇 以及美海軍陸戰隊前隊員保羅·惠蘭 美國廣播公司表示 這是冷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換球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則在發布會上數次哽咽 並表示這次交換是歷史性的 是數月艱苦談判的成果 剛才我們看到的短片當中提到了 美俄兩國的領導人都親自來到了機場 去迎接獲釋人員 包括沙利文在發布會上也是幾度哽咽 為什麼美俄兩國對這次的換球如此的注視 因為這是冷戰結束之後 實際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換球 它的意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同時它也是2022年 俄烏衝突爆發以後 從當年的4月份開始到現在為止進行的第三次換球 也是在這個之前中間規模最大的一次 所以雙方都非常重視 我認為這一次的換球之所以意義非常重大 可能有三方面的含義 第一個方面的含義表明俄烏衝突大的環境之下 雖然俄羅斯跟西方的關係非常緊張 但是這個時候外交渠道進行溝通本然是順暢的 這一次的這個成果是表明實際上一個外交的勝利 是表明這個外交的這種聯繫 這個溝通渠道沒有中斷 這對於解決這個俄烏衝突來講的話 實際上釋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表明俄羅斯在向西方釋放某種善意 在這個中間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從交換的這個囚犯人們來講 數量上就可以看到明顯 俄羅斯得到了8名 而西方得到了16名 對 這樣的一種這個情況 所以俄羅斯呢 從中間從這個數據上來看 俄羅斯向西方釋放了某種善意 表明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 實際上就指的就是俄烏衝衝突 也可以通過這種模式來進行解決 表明這是第二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意義 第三個重要的意義就是 實際上給出了一種模板 就是可以用一種先解決簡單問題 再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 來解決俄烏衝突問題 因為換出這個俄羅斯的這個問題 或者說換囚犯人的問題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而結束戰爭是非常複雜的 那麼今後解決問題 就可以先從簡單的問題來 保持外交的這種溝通 最終可以解決一個複雜的問題 指明了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模板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認為 這一次的換囚 算是美俄兩國關係緩和的一個奇跡 這不是美國跟俄羅斯的環球 這是俄羅斯跟西方的環球 俄羅斯這個放出來的這些人 有好多有德國的 有其他國家的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過程當中 土耳其 德國 包括斯洛伐克 包括捷克 很多國家都發揮了作用 在這個換回來的當中 有一個克拉西科夫 他是FSB 就是這個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官員 我們看聯邦安全局局長 對外情報局局長 陪著普京在機場來迎接 原來這些人都被定為間諜罪 這個犯了一般的間諜罪 是可以交換的 但是像這個克拉西科夫呢 他還有一個謀殺罪 往往無論是蘇聯時期 還是這個俄羅斯此前的這個換囚 沒有說交換間諜 把犯有謀殺罪的也放回來 這一次俄羅斯努力了這麼多年的 把克拉西科夫放出來 很顯然我認為更多的是美方 對俄羅斯 是西方 對俄羅斯在目前俄烏這個形勢 極其緊張的形勢之下 釋放的一個和緩的信號 好 非常感謝兩位嘉賓呢 就北約援助烏克蘭的首批 F16戰機已經交付俄方誓言 都將被摧毀的相關話題 所進行的分析和點評 也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關注 再會